夏天怕蚊子叮咬 尤其是非洲的小孩 很可能因为蚊子传染疟疾而致命 多年前 美国五岁的小女孩凯瑟琳 卖掉衣服和旧玩具 甚至写信给比尔盖茨 捐了许多救命蚊帐到非洲 现在她已经17岁了 最近更首次受邀来台演讲 有着甜美的笑容 她是美国蚊帐大使凯瑟琳 首都受邀来台演讲 前天嫌到社福机构 与身心重要的学生 一起包装面包 对于他们能够学习 一技之长相当开心 为了帮助非洲的孩子 凯瑟琳五岁时 主动卖掉自己的衣服这玩具 把钱拿去买蚊帐送到非洲 甚至还自己做奖状 号召亲友邻居一起捐蚊帐 让她获得蚊帐大使的称号 到了7岁时 凯瑟琳已经帮助上百万个 非洲小孩 在台湾有一群小学生 拼着乐情 手回地图 介绍台中的老城区 这次也带着凯瑟琳全家 全程英语介绍 要让大家知道 不管什么年纪 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 每一个孩子都有能力做公益 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在小学里面 很早就送 种入一个善的种子 透过孩子的创意 创新还有实践能力 来达成这些事情 此事后凯瑟琳将前往台北 分享他募捐蚊帐 救度非洲额头的故事 期待将山的种子 种在孩子的心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